Hello,大家好,我是老汤 今天真的是非常戏剧性 四点盘后的时候呢,我在外面 不过我记得盘后迪士尼会财报 所以呢,我打开了手机 看了一下迪士尼 发现它从117直接跌到了113 但是我心想 Yes,机会来了 可以抄底了,对吧 钱我也准备好了 不过跟往常一样 抄底钱我得看一下财报才行 但是因为我在外面 所以我就没有看了 结果回到家后 再打开手机 发现群里炸了 我马上打开了券商APP 发现迪士尼已经极限反弹 涨到了123 超过了5% 我当时是一脸懵逼的 所以到底是什么 让迪士尼股价盘后先跌后涨 而且盘后多空交涨的非常厉害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析一下 迪士尼的财报 然后告诉大家我会怎么做 毕竟我7%的仓位 全都在迪士尼上面 当然了,这整个视频 都是我的个人观点 不是投资建议 投资有风险 大家一定要独立思考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吧 迪士尼的财报会很差 我们都知道 毕竟是实体经济的最差的一个季度 但是有多差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EPS 也就是每股收益方面是挺不错的 8分钱哦 超过了预期的6毛4的亏损 但是杂盘的地方来了 营收只有118亿 是低于预期的124亿 这还不够惨 最惨的是他们的这季度是亏损的 是近亏损47亿 里面有19.6亿是来自于他们的主题公园 没错 他们这季度是亏损的 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疫情让他们主题公园 营收降低了85% 因为电影院没法开门 他们的影视娱乐的营收降低了55% 他们的媒体网络营收是降低了2% 他们的国际流媒体是唯一一个营收是有增加的 但却只有2%的增长 里面包含了Disney Plus这些 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疫情大家都在家里呆着对不对 那为什么 牛媒体的营收增长却只有这么一点呢 那是因为一年前同一季度复仇者联盟4 终局执掌诞生了 而那一次为他们Disney赚取了281美元的票房 也是历史最高的一次 这是为什么跟上一年比呢 这季度的成长真的是不容乐观 因为没法超越嘛 加上电影院迟迟不开门 很多影片都要延后 导致影视方面损失了很多营收 还有比较尴尬的是 虽然Disney Plus达到了5750万个订阅 但是这是低于分析师的5840万的预期的 在疫情期间市场对这个订阅数量是非常乐观的 所以稍微比预期少那么一点点 都有可能造成股价砸盘 不过不管怎么说 加上其他牛媒体 总共订阅数量是超过一个1的 里面包括了Disney Plus Hulu和ESPN Plus 截止到星期一 Disney Plus其实已经有超过6000万个订阅了 所以呢是很不错的 Disney公开这个数据 我觉得更多是让这个凄凉的财报显得没那么凄凉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 除了国际流媒体板块增长了2% 其他板块直接都是咔嚓了 那既然Disney这么长 那是什么让Disney盘后嫌疑翻身呢 那就是Earnings Code的时候 CEO Bob Trebek宣布了一个新的流媒体服务 那就是Disney Plus订阅用户可以在订阅费的基础上外加 29块9毛9 就能观看花木兰 我们的刘依菲姐姐 买不了上当买不了吃贵啊 只不止30块钱我就不评论了 不过这个电影呢本该在电影院里面播放的 但如今呢全在线上 所以成本方面呢是节约了不少 所以不管怎么说 能卖一个是一个总比没有好 所以哪怕29块9毛9感觉可能有点贵 但是总会有人用一花子嫌去看这个电影 而且卖一个卖两个卖三个成本都差不多 因为是线上啊 所以对市场来说是个利好 特别是当市场以为迪士尼就会这样凉菜的时候 突然出来了一个可以直接赚钱的计划 一下子刺激了股价 所以其实市场就跟小孩一样 涨跌是完全不需要理由的 它可以为了一个很大的事件跌 也可以为了一个很小的市去涨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过去视频里一直在强调 不要被消息面带节奏 好说了那么多啊 所以我到底个人会怎么操作呢 我最后一次加仓在110块钱 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一次回调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买过迪士尼了 毕竟是重灾区嘛 不敢乱加仓 那既然迪士尼财报后113块钱的时候 我不在家没有抄底 那现在的情况 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去追高了 我给出我的几个个人理由吧 第一盘后拉高 目前看来表面上是花木兰的事 或者市场随便找的借口也罢 这种因为一个消息而上涨的情况 我个人觉得股价比较难守得住 第二虽然迪士尼在很多地方重新开门了 但是在佛罗里达奥兰多 其实营收是没有达到公司的预期的 因为确诊数量在佛州最近暴增了 所以哪怕大家在网上看到很多视频 很多人排队啊什么的 但是其实真正的数据 是没有我们所看到的理想 而且现在加州的主题公园 因为确诊继续增加 所以开门的日期还要继续被延期 哪怕已经开门了主题公园 因为各种原因 比如人数限制啊等等了 营收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加上疫情反弹想要回到过去的收益状态 今年是不太可能了 第三股价现在在盘整的阻力位 所以如果没有持续个股或者大盘利好的话 突破不了的话 那股价回落是很正常的 而且目前看来持续盘整的概率是很大 除非能够一股作弃的突破阻力位 比如疫苗啊出来了 但是目前来看短期是有难度的 但迪士尼的走势有一个优点啊 就是虽然在盘整 但每一次的底部都是越来越高的 我们能发现 所以如果没有黑天鹅股价 的确很大 可能会慢慢的往上爬 不过还是那句话 迪士尼是重灾区 所以急着追高 我觉得没有太多必要 目前情况 我个人觉得113块钱以下的任何价位 都是很好的开仓价 因为这不是一直玩趋势的股票 所以开仓套路稍微少一点 真诚多一些 我对迪士尼的盘整的整体趋势是乐观的 因为这是股票在组建的建立更高的底部 迪士尼也是重灾区里面 比较稳和优质的一只 毕竟迪士尼不只是游乐场和动画片 它是一个文化帝国 好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以上内容都是我的个人观点 不是投资建议 投资有风险 大家一定要独立思考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请订阅一下 点个赞和分享 所以大家觉得迪士尼会涨还是跌呢 你们觉得会回调吗 你们想买吗 或者想卖吗 还是继续持有 不要害羞 可以在评论前里和我说 想进去的朋友们 连接在描述栏里面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